我前幾天 我在門下前幾天很冷 那天很冷 然後我剛好就穿飽飽的 然後進去看很冷 因為要宿習幹什麼 所以就 然後有一個法師就來找我 然後我就到門口就跟他講 講了很久 我時間已經在不急了 然後我又穿飽飽的 然後風又很冷 然後他穿厚厚的衣服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說後來我就開始有點不耐煩 我說好 我不要講 然後他就跟我講什麼呢 你就是都是這樣不耐煩 所以人家很多事不要跟你講 好 我要幹是你 我真的不耐煩 後來我才講 我真的是不耐煩 為什麼不耐煩呢 因為我時間快來不及 我要趕時間了 我等一下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要趕出門 因為時間太晚了 我就來不及上課 那你沒有啊 你跟我講完 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你又沒有事 我當然不耐煩啊 後來我也覺得 就這樣太不耐煩也不好 也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表現 但就習慣你看 他沒有跟我講 我也沒有察覺我不耐煩 就習慣 後來他跟我講 你就是這樣不耐煩 我也很無辜啊 我當然不耐煩啊 我都沒有時間了 我就忍得要死 那你不會忍啊 你穿厚厚的衣服 我穿薄薄的衣服 在那邊 我這幾天能忍啊 然後 所以 所以這種就是 但是你很容易 因為境界 你就沒有察覺 那個心就一直轉一轉 那你察覺了 你就會控制 好 那我要好好跟他說 現在時間來不及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 我回來再講 那這樣就好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就開始有一點急躁 就不耐煩就開始講 好啦好啦 你不要講了啦 我等一下又怎麼樣 那個又不一樣 你看 那所以就是這樣 你就是起著煩惱 你不知道 但是他馬上跟我講 你就這樣不耐煩 我馬上知道 對喔 我現在也是不耐煩的狀態 那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更生氣 就跟你講啊 你還這麼煩 那事情就開始 往不好的方向走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學習 那這個是常見的狀態 我們常常有見的狀態 那你要怎麼樣 當你起煩惱的時候 當然你都有理 照理講我也有理啊 對不對 那有理最可怕 有理就怎麼樣 有理稱最難挑副 有理稱 就是我有理你沒理嘛 那你都沒有站在我的角度 想一想 我現在衣服那麼飽 然後他又跟我講 你現在好像在發佩 我說我很忍啊 好笑 我說我很忍啊 你衣服穿那麼厚 我穿那麼飽 他說他馬上知道 對喔對喔 他以為我生氣到發抖 不是我是忍在發抖 這種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在 起煩惱的時候 有時候不容易察覺 你在那邊拜佛的時候 會起煩惱嗎 你在那邊面佛的時候 會起煩惱嗎 也會啦 但是比較少 起的煩惱也不會很大 也不會衝突 你不會跟佛衝突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沒有說念了很久 釋迦坡你到底是有沒有在聽啊 你不會這麼講啊 對不對 那如果是人我們就會講 講了很久都沒反應 那你是有沒有在聽啊 那就是人 基本上煩惱都在生活裡面 可是你第一個就是要覺察煩惱 你要養成這種敏略性 那如果你沒有覺察煩惱 人家跟你講了 你馬上要反觀 那不是啊 我們清早的時候 人家跟我們講了 我們就開始 講了這個話 就再跟別人怎麼樣 啊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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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來越沒辦法 煩惱越來越重 通常是這樣 就是要冷靜下來 那這部分要訓練 我有一次回家 然後看見我弟弟 那我弟弟 他就是那種講話很直啊 就直接講這樣 有時候他為我媽媽好會念我媽媽 那我常常看他就在念我媽媽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罵他 然後他聽我在罵他 因為我看他在罵我媽媽 然後我就罵他 我回去了 然後我就罵他 那麼他其實是好心啊 那麼我罵他之後 他馬上跟我回一句話 那你不是出家 你在跟人家出什麼家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我怎麼講 對齁我現在是出家 我跟他不一樣 他可以這樣講話 我不應該這樣講話 那所以 就是 人家跟你指出來 人家馬上感覺 是齁 那麼 他是在家 他起煩惱 他不會調我煩惱 這個是本來就這樣了 他也沒有學 我是專業的人 我是專業在調服煩惱的人 他怎麼表現得跟他沒有 那個不要說業餘的 那個就是根本沒有在學的人 一樣 你看我是一個出家人 他是一個在家人 而且他沒有學過 我有學過 但是我們大部分會這樣 那麼對一個在家人引發的煩惱 你會很少生氣 你用在家的方式去對待他 但是他看你是出家中 你應該要怎麼樣 那所以有時候 你沒有調我煩惱 那麼他很容易就 你不是出家 你在跟人家出什麼家 你不是在休閒 那你到底修的是什麼閒 怎麼看你好像 怎麼修怎麼不行 那你就很麻煩了 但是 但是你自己也要從這個地方 好好去想 你是專業的 所以宜教經裡面有 他說 調五稱恨這一段 應該是宜教經裡面 他說你出家 你就是要調五煩惱 那麼你忽然之間 你稱恨是怎麼大 那麼在家人起煩惱 還情有可原 因為他沒學過 他也不會 那麼在家人起煩惱 情有可原 出家人起煩惱 這個就很不應該 他就說好像天上沒有雲 忽然打雷 霹靂起火 這不應該 那宜教經講的這個確實也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真的是要對峙我們的煩惱 那麼我們今天要先覺察 我們哪裡有煩惱 覺察煩惱 那麼你要覺察你的煩惱之後 那麼當然一下子沒有辦法就調五 但是馬上就 是齁 是這樣 那我們要趕快控制 控制 不要再順著那個不如理思維在想 那你這樣會 沒完沒了 會擴大 煩惱的勢力會擴大 會延伸 會持續 煩惱的範圍會延伸 擴大 煩惱的時間會延續拉長 煩惱的程度會加轉 那麼這樣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你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覺察這一部分很重要 你就是透過要覺察 覺察之後就要控制 覺察之後就要控制 謝謝 謝謝